被指控涉嫌性骚扰及性侵害 一人NONO这个月2号首度到北景应讯 询问后被依照妨害性自主等罪嫌50万交保 不过由于NONO在庭上答辩 几乎是必重就轻 为了巩固案情 检警已经连续几天再约谈被害人 你自己很委屈吗 我退后不好意思 其中根据平面媒体报导指出 部分受害女子10号出庭时相当紧张 就怕会被熟人认出来 但仍然相当坚强 在律师的陪同下完成讯问 根据网红小红老师的统计 目前受害者已经多达30人 而其中包含她在内 有将近10人已经对NONO提告 如今检警除了扣走NONO的手机等3C产品 试图还原相关记录之外 也希望透过被害人的公词 再找出蛛丝马迹 东西新闻蔡景龙 洪诗晴台北报导